相处这么久了 我经常怀疑她是为什么和我在一起 她说我不过爱她 说我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在针对她 我们在一起总是吵架 谁也不肯退让 我在她那里也从来没有得到过肯定 她说如果不爱她不关注她 我也犯不上和她每天那么较劲了 这样不开心地在一起还不如分担 一对在爱情当中互相指责的情侣 老师们会如何帮助她们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邓二十岁来自哈尔滨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玉二十岁来自加木斯也是一名学生 有请有请 欢迎两位 是同学吗 是同学 谈了多久了 一年半快两年了 今天是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来干嘛 我想跟她分手 不想跟她在一起 分手的 分手就分了呗 来我们这儿分什么呀 但是她不干 她就一直要缠着我 你还不干 心里就是有点不舍吧 还想挽回一下 姑娘说说为什么要跟她分吧 就比如说假期的时候我想去北京去学习去进修一下 然后围棋是一周吧一个礼拜 就想学习之后然后在北京周边去转一转玩一玩 挺好啊 对啊 一个很好机会嘛可以学习可以玩 但她就不高兴 她就说那你去玩的话你干嘛还要带着任务去 那这一段时间我去干嘛 然后就认为我学习是多余的 然后就没按照她的要求 她就要玩 那我说我去学习这有什么不对吗 那你在学校好好学 是不是就不用假期去学了 假期你就玩好你就得了吧 对吧 那我在学校学习的是本能的东西 那我在外面是进修 你在北京想学什么呀 学习自己的专业 你是什么专业 舞蹈专业 哦 舞蹈专业 对 就想在北京再 进修一下学习更多的东西 看看外面的事情 因为她当时吵得特别凶嘛 特别厉害 然后我想说 那可以就把这个学习的时间往后排一排 就先去玩一下 然后就抱了一个大连 威海那边的一个旅游团 然后她又不高兴了 为啥 你不是要去北京学习吗 怎么要抱团的呢 我看半个月的去云南玩的 你下午整大连去 那谁能开心啊 那你当时就跟我说好了 她也不说 我做任何军 她都认为是错的 就认为我要迁就着她 然后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的时候 然后我们俩去划雪 我觉得划雪应该是挺高兴的一件事 然后就这一位吵一架 你说我不会划雪 然后她会 那你就教我呀 该怎么划怎么做 她就说 你就那么划 那么划好了 然后转身就人就自己玩去了 给我扔下面了 她现在说的都是觉得我不好的 我觉得你不好的事 我都能包容 为什么你不能包容我的 我们有一天和我一朋友 还有朋友对象 我们四个人一起去看电影 看电影 她说饿了 然后买点吃的吧 我们上超市 上超市呢 她就看好一个酸奶 就是一瓶原味的 12块5 然后黄桃的说 那个是买一挣三 二十 我说你买黄桃的 买一个多的 你能喝好几天 是吧 你买一个一瓶的 就能喝一天 最可气的 她转头走了 然后给她妈打电话 说妈 我想喝酸奶 我对象不够买 我朋友 我朋友对象 我们仨 看着她给她妈打电话 我这张脸 有点疼啊 她就觉得我特别自私 但是我俩都里 就那些钱 我就喜欢喝原味的 其他味我是真的不喝 我的习惯 她就说 那我买黄桃味的话 跟我朋友们还可以喝 大家可以分啊 我说那你朋友买上 那我就不要喝了 然后当时就跟我 就甩脸 她特别小心 时间长让我很不熟 很难过 这个已经感觉到了 三件事一讲就明白了 就是有一件事 就是我们上晚自习 然后我就买了葡萄 洗好了带过去 然后我就随手 给她递了一个葡萄 她就说 我给自己拿的葡萄 是好的 给她的就是不好的 说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 说你连给我的东西 都不是好的 那你有看 可见你有多喜欢 我也根本就没有 那随手的一个水果 都是一样的 难道说她分个分水岭吗 这边是好的 这边是坏的 我并不是 那你说我特意 为她洗的水果 然后她也不领情 她觉得就是我做的事情 就是不可她意 我觉得她做的事情 有些欠妥 你给我们举举例子 她买个假货 是吧 我当时 我说你别贪便宜 你既然喜欢她 你就看了很长时间 咱就买个真的 上柜台咱买 什么真的 什么货 真货多少钱 假货多少钱 就是她买这个 在网上买是300多 然后在柜台买呢 是400多 你差不多100块钱 我说咱上柜台买 她买了吗 买了 买了个假的 然后跟我磨叽 我说那你给我磨叽什么呀 你都买的是假的了 是吧 要不然投诉她 要不然退了 她说你这什么态度 你不爱我 怎么记得 一哭二闹 三上吊了 就开始 那我已经知道 我的损失了 我已经知道 我的错了 女朋友这点小错 你都没法容忍包容吗 我忍 包容 我包容心特别强 不是吗 你包容心特别强 你就 不是你还包容过她什么呀 小伙子 很多太多了 她有次 她家亲戚 给她忧了三盒樱桃 挺好的嘛 有天我真的 我饿得不成了 就吃了一盒 回来就说 只肉逼地问 你为什么吃不樱桃 她吃完樱桃 她没有跟我说 然后把那个樱桃 连弄在毁失灭迹 那你吃我东西的时候 我以为丢了呢 我买的东西 你吃的时候 我也没问到 我又没全吃了 你说一个男生 这么小心 一盒饼干留两块 我连问没问 我吃一盒樱桃 她只鼻地问我 说你吃不樱桃了 你吃不樱桃干什么呀 那你说高谁 谁心得劲啊 那就分手呗 为什么不分手呢 我特别好奇 就这姑娘什么 就你还不跟她分手 你看 你给我个理由 时间长了 不舍得 是不舍得 还是说 再也找不着 能这么包容你的姑娘了 小伙子 两方面都有吧 虽然说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小事扎心呢 小心眼儿 然后计较事情 特别难受 其实事情积累下来 其实挺难过的 对 你看没讲几件事 反正大家听着都 我想去云南 你想去北京 最后折中一下也不行 对方错 是吧 我说买二十块钱 四盒的酸奶 你非要喝十二块五毛钱 一盒的酸奶 所以你错 是吧 我吃了你盒樱桃怎么了 我该吃啊 你还说我 还是你错 她什么时候对我 她认识我认识对了 真是自信的 分不分 不分 大声说 不分 这姑娘哪好 你说点人好啊 你不分手 你非说到坏 人家好 她有好的吗 有啊 什么呀 快说呀 有一种看对了的心 你知道 就是觉得她挺好的 就是不想分 她就太 我说你稍微改变一点 我就能 让我 舒心的话 就是咱就 继续 我真没觉得 你们俩谈了一年半 你知道吧 你们这恋爱谈的 反正挺凹套的 想分吧 想分 得 想分 也不一定 老师你们看着吧 能分就分了 不能分 还让你们好在一起吧 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我觉得这个男孩子 根本就不是在 跟这个女孩子谈恋爱 他是在制造一个作品 制造一个 让自己满意的 在家里边 放着满意 带出去 有面子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其实你整个的过程当中 你无数次的说到 你包容这个女孩子 但我真没有感觉到 你的包容 到底体现在哪儿 其实更多的 就是你在改造它 只不过你改造它的 这个过程 你认为 因为是我为你好 所以那就叫包容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 但是我觉得 你知道他为什么 选择你吗 应该是喜欢吧 我个人感觉 他喜欢你 就是你能让他 这么数落 你能接受 他对你的改造 所以他在 跟你好的过程当中 他感受到了 自己的正确性 自己的权威 自己的控制的 这样的一种满足感 以及自己尊严的 被满足的 这样的一种内心需求 那如果我们说 要在一个女孩子身上 或者在亲密的 情感关系当中 去获得这些的话 小伙子 你的尊严和你的 这种价值感 得多虚啊 多虚弱的人 才需要用对 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其实为什么说男人 让女人这件事情 男人真正的包容 女人这件事情 是一个界有力量的事情 那个是一种豁达 我不跟你计较 什么这种生活上的 这些细节的事情 哪有标准答案 谁说12块5就是错的 20块就是对的 没有标准答案 那都是一种生活态度 和一种生活方式 而两个人在一起 之所以能够快乐 就是因为 我能够接受 或者我能够 允许你的方式 虽然和我不一样 它也能够存在 这就是一种 这是一种豁达 所以你说的这种包容 我觉得是对自己的 一种包容 是建立在自我满足之上的 而这个女孩子 你之所以被她喜欢 就是因为 你有可塑空间 没有自我 没有坚持 就是这样的一种退让 表达的方式 还是显着好像挺 按她说的话 挺矫静的 挺自私的 自私这个词 我觉得在你们的 这个感情过程当中 被歪去了 好 谢谢 郑老师 我全程听起来 我觉得 这个男孩就挺作的 就很多人都觉得 说女孩子作 但是我觉得 男孩子作起来 比女孩子还要可怕 就什么事情 就没做过对的 什么事情到你这儿 都是问题 那你有想过说 两个人如果 总这么争吵 人家说 夫妻 还有谈恋爱的人 在一起 一定是快乐 才能长久 长期的不快乐 短暂的时间 两个人可能因为爱 因为不舍 会将就 但时间长久 两个人不快乐 最终的结果 只有一个结果 结果我不说了 但是你心里 一定会明白 所谓包容 什么叫包容 我觉得男人的胸怀 和胸襟 才是对这个女人 最大的爱 你说你爱她 你爱她的态度 是什么 你给拿出一个 真正爱她 要跟她长久 长远的态度 相反 你只想去索取 你用你的自私 我站在我的角度 我怎么去想 但是你不去想 对方的想法 我觉得你们两个问题 百分之七十在你 这个女孩呢 我觉得 我个人还是觉得 她做的已经 对你的包容 能够坚持一年半 也是不容易的 如果你现状 还是用这种方式 把对方去逼走 或者她的身边 再有另外一个男人 出现的时候 省略好 好 谢谢郑老师 这个小心翼翼的 连分手这个词 都不敢提 你看 善良还是善良 希望她们能好 她们还是有爱 好 来 图老师 看着我 不开玩笑 认真的说 客观地说 你摸着自己的胸口 你觉得你自己 是不是有的时候 会有一点小心眼 就你自己 有没有这样反省过 有反省过 你有没有 有的时候 会有一种 由衷的感受 觉得自己是个女人 不是个男人 没有 我有 我有的时候 真有这种感觉 我有的时候 跟我的妻子 在聊某一个事件的时候 我发现她比我大气 突然之间感觉 好像我倒不像个男人 我在这个问题上 太死磕了 而对方的大气 让我感受到 她像个男人 那我告诉你 你为什么喜欢她 你之所以喜欢她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你有的时候 你的潜意识当中感受到 其实她比你大气 有时候 是 给我 你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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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像老师说的 我还是很小 但是我希望你能看到我改变 你受的伤 我能不能修复 我能否承担这个后果 我当然是不确定的 但是我已经会努力 我只为那个目标努力 为了等 真的 这么久的相处吧 有快乐也有难过 然后这么多相处 有的时候会让我感觉到很累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了错 但是 你说愿意被我改变 我 我会看你的表现 请亮灯 请回吧 两位 来 请关门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请回答 还端着 那个男生 还在那扭扭 行 你们好就行 有请小花童 1996年 亚特兰大开奥运会 来来来 不行了 小花童 不行了 对不好吧 来来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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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那戒指给那哥哥 不是 对 对 从这儿走 小猴子 别摔着啊 我手里拿的是 伊贝斯 送给我们恋人们的 白色恋人系列的礼盒 它上面有一句话说 我是爱的色盲 在我的情感世界里 只有白色 我的理解就是 爱的要纯粹 我只纯纯地爱着你 你们要说什么 可以说了 这个戒指 我想延期 延期送给他 因为我们还是太小了 而且我也觉得 我选择原谅他 是希望给他一个机会 看看他今后能不能 像老师说的 能有所改变 然后看他的表现吧 我特别支持和尊重 你们今天做出的决定 所以我要特别感谢 我们三位老师 真是给骂醒了 还没有投婚到说 我们好像又什么事没发生了 要看一看 对不对 挺好的 我支持你们的做法 这个礼物你会拒绝吗 不会的 这个不拒绝 来这个礼物送给你 好 谢谢老师 善待自己 但是也要善待别人 尤其在谈恋爱的时候 好吗 善待爱人非常重要 好好的吧 再试着磨合去吧 好吗 好 谢谢老师 请回 谢谢你们